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温这个官员为人正直 广揽诗书 重点是为官清廉端正 他当了好几年的官啊 年老了 退休 回家养老去 可是他养老的时候正直东汉末年 战乱四起 民不聊生 于是他把当官的时候存的那些钱 全部拿来赈灾 开周厂 帮助难民 于是他的名字就在百姓之间传开了 而有一天呢 他坐在家里 旁边坐着他孙子 他孙子抬起头说 爷爷 你觉得什么样才是男子汉大丈夫呀 这赵温想了一下说 大丈夫因为熊飞不为慈福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像熊鹰一样在空冲展翅飞翔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不应该像死鸟一样趴在地上 有点性别歧视 但是不妨碍我们理解这句话 不为慈福 后来变成不甘慈福流传了出去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喻一个人不甘无所作为趋于人下 拜拜